加密货币年初大幅走高 越来越多机构也开始接纳加密货币 作为一种投资类别 这种相对较新的技术正引起人们的兴趣 近日 全球证券指数发布商MSCI传出 将考虑推出反映加密货币的资产的指数 如果指数真的推出 那这意味着加密货币以及交易比特币的公司 将进一步成为主流 据路透报道 MSCI的行政总裁Fernandez表示 公司已经在和专家讨论此事 不过目前还没有详细的说明指数 将关注哪些资产 也没有提及指数推出的时间表 而加密货币指数其实并不是新鲜事 今年5月初 标普道琼指数就已经推出首批加密货币指数 将比特币和以太坊带进了华尔街的交易大厅 推出的三个指数年内的升幅都非常之大 分别暴涨32.6% 224.1%及58.6% 另外加密货币交易所Coinbase Global 也于4月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 Anderson Horowitz 作为其最大股东 也从这次上市中收获颇风 当时比特币也创下了历史峰值 6万5千美元 而现如今比特币 一直在3.5至4万美元附近徘徊 今年 虽然加密货币仍未能打入人们日常生活 但已经不断传出一些大型企业 会开始接受加密货币的消息 比如信用卡公司MasterCard 将在今年开放 精选 加密货币直接付款功能 另外 VISA也在今年1月宣布 考虑将加密货币加入VISA网络 MSCI原名为摩根市单立资本国际 是一家美国股票基金 收入型基金 对冲基金股价指数 和股东权益投资组合分析工具提供商 MSCI一直在寻求 扩大其业务范围的机会 4月 该公司推出了20个主题指数 以帮助投资者压住 和中国政府及政策相关的大趋势